嗨,我叫張藝山,我從台灣來的 然後我今天要講一下就是大家對家的定義 我覺得其實家這個定義真的很難 很難去區分說什麼到底是家,什麼不是家 對我來講,因為從大概國中畢業以後我就在國外讀書 然後我覺得家對我來講很不真實 在某一個方面上,因為怎麼說呢 在我15歲那年,我媽帶著我到加拿大去讀書 然後那時候我在奎北課 然後後來我在那邊待了一年 在那一年當中我認識很多朋友,然後我住在學校宿舍裡面 然後在那個時候我覺得那就是我的小小的窩,小小的家 直到後來一年半以後,我決定要轉到西岸的學校 於是我到那邊待了兩年,跟著室友待了一年 住一年的宿舍跟著一個室友 然後在那一年中我跟著室友都說我們回家吧 所以吃完飯以後我們就說我們回家吧 在當初那個小小房間就是我的家 過了後來到十二年級的時候,我們最終都有自己的房間 然後我就會自己去買一些飾品,然後佈置 在那時候,那個時候那裡對我來說是個家 而每年回台灣,我卻不覺得台灣像是個家 比較像是去度假,因為總是在那邊待差不多兩個星期到一個月 所以以前我認為的家已經不再是家了 隨著年紀長大,後來現在到紐約讀書 所以,對,到了紐約讀書以後 然後,好不容易就是自己一個人住 有自己的廚房,有自己的廁所都不用跟人家分享的時候 你就會很想把那個地方變成自己一個小小的窩 然後終於那個也成為我的家 所以後來這樣想一想,我到目前為止應該有三、四個家吧 如果就是以家,一般人來講的家的定義 其實到現在我還是很不懂,到底怎麼樣才能算家 這樣還是,就是不是家 因為也許英文的定義跟中文有一點不一樣吧 以傳統的中國人來講的話 也許家應該要很有,像是有家庭 要跟所有的家人在一起的才叫家 但是,因為長期以來都是自己一個人 所以,可能這樣講很沒有家庭觀念 但是,我覺得家已經不能以有沒有家庭 有沒有家人在身邊來算 對我來講,家是一個 你回去會很放鬆 可以做自己的一個地方 然後,是一個你出國去玩 去一個你不熟悉的地方以後 最終你會很想要回去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是我認定的家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我認為是很重要的